我从头示范就是把这个PDF做成网页 那像这个106就是譬如说我做到第六题 然后呢我这边复制 然后贴上Ctrl V 然后就可以开始编辑 然后依照我的习惯 我当时就说只有用那个前面六题而已 那至于说这个标题的话 一律改成2021年 2021年 那个给它title好了 就是TITLE title 然后那个是证券商业务员 然后那个这边加上 其实用用用这个双引号也可以 双引号就证券交易法规与实物 给它大一点 我已经扣过来了嘛对不对 好那就大一点 然后那个这个html指定都是这样子 你有开始然后呢就一定要有这个结束 这个是title 然后呢同时把这个title呢也当做那个标题 就是说这个title给它改成H1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就是也是那个H1 然后接下来呢这些就不要了 好我们就是说先先编辑这些东西 就譬如说这1 2 3 4 5 6 那你等一下的话就是说那个7 8 9 10 11 12 好做到那个4 2 6 好我们示范一下7 8 9 10 11 12 Ctrl C 然后那个打一个Enter好了 Ctrl V 先做到这边好了 那那个这边指令 我主要是要用那个OL 我把它大一点 我先就做这样子 那你等一下后面的话呢 你就是在这边 这边就是说先给它那个斜线 OL就是给它那个标题结束 那这边一开始的话有没有 那这边呢是那个OL 这样的话它就是说会 给它顺便给它type 跟它讲说你的标号是从1 2 3 4 5 6 7 好那我现在呢就可以存档 然后那个是另存为 好这是2021年第三次 我就存在这边好了 就是2021年那第三次 那证券法规S叫Security S-E-C-U-R-I-E-I-E-S LAW好了加上LAW代表法规 然后注意这边特别注意 一定要选所有档案 不能用它预设的 然后再加一个点HTML 然后呢就给它除存档了 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它就可以存成那个网页了 直接呢就可以去把它那个打开来看看 看看是什么样子 我是存在这个这边 对就是这个 按打开来你看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这边就是说练习一下 把它缩小不小心了 这边就练习一下 有没有来看一下 好啊这边开始就OL嘛 你要排序嘛 譬如说这个是我这边就以绿 是叫做那个LI 好然后呢给它一个ID等于 这样子 错了 等于 那个E刚刚是E 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就是说有一个公司 这就是加了一个指令 那这边的话呢 就我把它大一点 我顺便就是让你熟悉 这个HTML指令 这储存 然后我们现在重新读取 有没有就增加了 有一个E了 我把它大一点 有一个E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结束 结束的话呢 就是要有一个斜线LI 那我现在呢 再给它那个储存档案 然后再重新读取 有没有你看到这一个 好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说 这边那个是这一个嘛 就Ctrl C 然后我这边就Ctrl V 再一个Ctrl V 那这时候呢 就是说你有个这个技巧 我这边就一律干嘛 全部都是Ctrl C 复制 Ctrl C 然后这边呢 一样的地方 我就是Ctrl V 有没有看到 好这边 在这边 我先拿一下 这样就很快 当然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更快的方法 就是写程式 可是呢 你在写程式之前 这以后我再教你们 写程式之前呢 要先干嘛 涂法炼钢 这样呢 才会有所体验 才会有所进步 像这个 我弄到那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号 这第七题 然后这第八题 然后这边呢 是第九题 然后做到这边是第十二题 十二题 当然十一题也要 是一题一样 像你做到这边 这第十二 第十二 第十二呢 然后右边的话 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就是结束了一个 然后最后这边呢 结束也是一样 就是 我先就是拿那个前面 十二题 来做试验 像这边的话 是第十二题 Ctrl C 然后这边 放一下 Enter好了 这样子会更清楚 那这边一样 那某证券商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 这边一样 复制 然后把刚刚的东西贴上来 贴上来 我从前面开始好了 这样 比较能够那个 来Ctrl V 好 我现在档案 储存档案 然后呢 重新读取 你看有这一啊 二三四五这些 就是还没有 因为你还没有做好 像这个是我做 我做三四五就好了 然后这边是四 Ctrl V 然后呢 这边跳一列 可以跳一列 这边是五 然后呢 Ctrl V 然后呢 DL 然后Ctrl V 然后呢 这边是七 Ctrl V 这八九十呢 我还没做 那像这边就是干嘛 这边就是有写错 这边就给他那个 ABCD 像这边我就不小心写错 拿掉了 这边你看一下 这个好 这个LI 不是放在这边 这个 这个是要下一步要处理的 刚刚那个应该是要在这边踩对了 这Ctrl V 就有没有看到八 那Ctrl C 然后这边的话呢 Ctrl V 然后那个八九 九呢 九在哪里 九这边是还没做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储存档案 然后重新读取 你看一下 有没有一直到七 一直到八 那九 九没有 九 不是 这个九还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这个九 九在这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 把它放进来 踩编号九 Ctrl C 然后呢 踩编号九 这个是Ctrl V 然后呢 这个要有结束 要有结束 Ctrl C 然后呢 这个是Ctrl V 好 那个 那我现在就是说 储存档案 然后那重新读取 有没有 有没有做到 对 就是做到第十二题了 啊 那个 刚刚那个什么东西 我题目在哪里 应该在这边吧 不是 有 刚刚是在哪边 刚 反正就是 那你现在呢 就是说 你继续去那个 编辑 就是说 继续去编辑 这刚刚是在哪边 我看一下 这个是台积电 因为我正在做这个 不知道在哪里 反正我跟你讲 那你现在就是说 做到这边 这是第十二嘛 那这边就是一个结束 然后那个下一步 我再教你 譬如说这边是第十题 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 然后这边是第十一题 那你等一下就是把它做 做到那个 接下来就是说 那个 譬如说这边 现在接下来就是 那个第十三嘛 好 你去抠题目 好 抠十三 然后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 当然这个是一个题目的结束 就是会这样子 都会这样 到时候你就是 把它穿插进来 然后最后呢 就一直到 到 到那个五十 然后你这样子就是做完 然后我再教你就是下一步 这样子你就会成为 这个网页的那个专家 那当然这个做的过程中呢 就先做好 然后从此自己去看题目 自己去解答 解答题目 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同时两边的知识 都学会了 那我现在就是再跟你们讲一次 就是说我储存档案 然后呢 在这边嘛 对不对 对 就是说我这样重新读取 那就是说你看到 这十三就是空白嘛 就剩下就给你做 有没有看到这十三 就十三 就是空白 后面没有 你自己去试试看